Raphael 現在是5點47分 沒錯 現在我比較晚出門 因為我家裡有事 所以我忙了一下 剛剛才急急忙忙趕快出門 現在才剛到雙聯站這邊 這個在幹嘛 現在要往老地方慢慢前進 那今天呢 禮拜四 沖燙槍 最後一天 那我是沒有打算要沖燙槍 因為我講老實話 我60趟我才跑了36趟 根本沖不到啊 唉唷 進單了耶 我看一下 哇這單好大喔 好啦切啦 還不錯的一單喔 好啦那我現在要趕去歸計 這樣子 好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長安東跟中山北 我現在要去第二個取穿點 喔 剛剛齁 接到那單歸計 不只是歸計 他是假單 第二單藏在後面 這樣 難怪還在想說怎麼金額這麼高 原來是有夾了一單 好啦 沒關係啦 今天這麼晚出門齁 就是 夾單就多取吧 就這樣 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龜崔街旁邊齁 嘿嘿 龜崔街跟這個 崇敬北 剛送一單到這邊來 啊 馬上 就送了五趟齁 五趟裡面其實有四趟齁 是夾單 是夾單 這樣 兩單夾一單 這樣 接的時候是不會看到另外一單 這樣 所以呢 它就夾成這樣子 啊 所以第二單都看不到齁 你第一單送完 你才會看到第二單往哪邊走 不過我今天我有試著嘗試 就是先看一下地圖啦 齁 所以那都沒有很遠 大概都三公里 三公里內 喔 接到一單 呃 家樂福的重慶店 這單 2.1公里 可以 可以我接 好 那我現在要去家樂福啦 家樂福好像在 那裡 哈囉 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秦光夜市 雙城美食街這邊 啊我剛剛送一單到這邊 之後呢 其實我有接到一單 那一單是八十幾塊 但是要送到明全中的三段 那我還在猶豫不決的時候呢 不小心就把它關掉 嘿嘿 我把它鋸單了 傷腦筋啊 哇 結果這一鋸 就 就 要等單了 好吧 那我就在這邊等一下吧 啊各位朋友 沒有等多久 馬上來一單優勢的 這單一百多塊錢 啊 我們研究一下為什麼一百多 好 火鍋肉片啊 魚腳啊 沒有水 太棒了 那這單可以好好的取啊 一百多塊錢 爽啊 各位朋友 我在錦州街跟松江路加拉狗 那我就是直直過去 然後右轉就會到那個 優勢 優勢中餐店 啊 再過來路上呢 我已經鋸掉兩單的這個夾單 這樣 為什麼呢 因為我看那個價錢有點誇張 一單夾單呢 是兩公里 然後只給這個二十四塊錢 剛剛第二單夾單呢 是二點四公里 那只給三十塊 那 看到這樣的價錢 那我自然就去掉了 而且我這單算大單啦 所以那原理上來說 我當然就是 先 專心取這一單就算了 這樣 我在麥當勞這邊 看到另外一位腳踏車夥伴 哈哈 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錦西街的一個巷子裡面 因為我剛剛送最後一單到這附近 旁邊這邊 這樣 那麼現在是九點零九分 九點零九分 我已經下線了 今天送有點趕 但是我今天超挑單的 有一些呢 就是 這個公里數過長 然後 這個 費用過少的單 之後 我全部都鋸掉 所以我今天超級挑單 不然我今天應該會 非常多 非常多趟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我 我這麼挑單 我今天送幾趟 我今天送十幾趟 其實我要是每一單都接 然後都不鋸 然後 我也不就是說 九點五 我就衝著忙忙下線 繼續跑的話 我今天應該跑二十幾趟 跑不掉 然後 因為我自己在那邊算 就是我鋸掉的單 大概差不多快要六趟 其實蠻多的 那 因為我想說 反正我也不想要去充燙槳 因為我燙槳充不完嘛 充不完幹嘛去那邊 在那邊 掙扎呢 所以就算了 所以我今天就跑輕鬆一點 再這樣就是說我晚上 下午家裡有事 忙了之後才出來跑 所以我跑的時間有點短 這樣 那今天跑這樣成績 算了 算滿意啊 算滿意 這樣 好啦 那麼這次的燙槳沒有拼完 但是下禮拜可能還是給我六十趟 那我就都這樣子做好了 都開始瘋狂挑單 瘋狂挑單 好啦 那明天禮拜五 明天繼續 昨天本來說要去換一個這個手機架 結果沒換 昨天是斷這邊 今天斷這邊 手機要變成這樣子 這 明天去換吧 明天早點出門 然後去找一個新的 經召喚 明天 才能 Assim